白色的 熊貓白 RED KOMODO 不是TAMADO TAMADO是番茄 這是KOMODO 恐龍 科摩多恐龍 RED的這台電影機呢 S35的RF卡扣 你可以用轉接Mount EF RF 給它盲進去 就可以用Canon了 這一台機器呢 KOMODO 方塊書 電影機 整台機器的架構 就是一個樂高積木的概念 想要什麼就加什麼 想上什麼就上什麼 沉穩的一個機身結構 機身結構 非常的沉重 一整個就是一坨金在手上拿的感覺 報價7000美金 電影機來到了6K 散熱變得非常的重要 強大的散熱風口 すごい 再來 SDI的訊號 Output DC Input External的訊號頭 麥克風 耳機都有 記憶卡 沒有寫格式 CF CF Red 鐵頭 鐵頭的這個材料呢 用的是金屬 完全符合人體工學的運作 科摩多電影機 這次搭載了一個 第三方的Porkis 白色螢幕 我老實說 我絕不會買它的 因為這個白我受不了 這個白拿出去 我個人覺得 很不PRO 14.8V T-Type 14.8V 14.8V 供電 V-Guard供電之後再外吐供電 讓你其他的裝備 Monitor 燈光 燈光 燈光可以用 好多供電喔 分支的供電口 那整套機器呢 就機身70萬美金的定價 這個我是 不會買地 我是不會買地 再來是它的15公分 導管 導管 15公分導管 手把 他的 分離工學手把 Komodo 6K Power Off Power On 旅扣鍵坐在這邊很奇葩 坐在這個很不人體工學的位置 鐵頭設計的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開這個鈕 按錄影 我只能說你拉得比較好 真的不好用 當然啦 我不懂 所以 說話說得直白了些 如果黑色的話我一定買 白色我真的我下不了手 那可能有它的用物吧 它白的用意是幹嘛呢 做白的 就是 就是 小量 限量 酷 就這樣子 沒有任何的意義 熊貓白 Komodo 就是炫啦 炮啦 然後不代表任何意義 白色沒有代表任何意義 不是說 它為了白色是因為它專業 為了白色因為它在怎麼樣 這樣 不過在白色當中呢 有一個用途叫做雪地拍攝 如果整台機器都是白色的 我們在雪地當中很好的隱藏 那麼這台機器基本上是不會曝光的 好 以上跟大家分享的這一台機器呢 Lad公司出的 Komodo電影機 6K 謝謝大家 謝謝